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故事节目 我是主持人周一芳 当我提到MIT 您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 对不起 这次不是Made in Taiwan 而是两位从台湾出生的年轻人 来了美国 纷纷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就读 这对夫妇后来到了中国 有了他们奇妙的事业发展 然后我们等一下进入他们故事的时候 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历 对他们人生家庭婚姻给力吗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进入 林维谦先生 蒋佩荣女士他们的故事 音乐 Zither Harp 维谦 佩蓉 你们好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采访你们 谢谢 我想用MIT来形容你们一定最贴切 你们两位都生长在台湾 十一二岁来到美国 然后你们在麻省理工学院认识 是吗 结了婚工作 后来到了中国 维谦最后是担任了 微软创投大中华区的负责人 那佩蓉在那段时间 当然你过去也在职场有挥洒 因为相夫教子 也同时还兼任麻省理工学院 驻中国区的 总面试官 总面试官 然后你们有几位孩子 你们家只有你们两位 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吗 不是 老大也是 还有我妹妹 还有妹妹 而且妹妹跟我是同一个系的 航天工程师 她非常聪明 非常厉害 难怪我发现其他华人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也不太容易 因为QTA被你们家占光了 我现在想要有一个省力的方式 麻烦你们互相介绍一下 跟我们观众简短让我们很快能够认识你们两位 无论你们的什么特点也好 工作或在中国的情形都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吗 好不好 虽然是Lady First 但是请维谦先介绍贝蓉好吗 好 先给我在功课做 行 可以 对呀 贝蓉她是11岁 她是带着我们两个妹妹去加拿大 她们先移民过去的 爸爸妈妈还在台湾在经商 她们的家属都是在做企业的 但她从小就开始有这方面的接触 到了中学她就跟爸爸妈妈在加拿大创业了 做技术 是的 对 她们就开始做生意了 然后多到大学她就离开加拿大去了麻省理工学院 我是在学校在大厕所认识她的 她在学校的时候学的是 不知道你们相信不相信 她读的是机械工程系的 机械工程系的 这个叫做make easy 对对对 然后我是在大四在一个音乐课上认识她的 然后当时看到她是 几乎是不来上课的学生 经常翘课的女生 对 但是考成绩就考得非常好 我从来挺聪明的 应该认识一下 但是这样听起来你们两个都喜欢音乐 很喜欢音乐的 对 对 对 非常喜欢音乐 我从小就是爸爸给我学小提琴 在家里给我一个机会学小提琴 就是我自己学的一个小提琴 然后他是学钢琴的 对 所以我们一弹一唱挺好的 配合挺好的 所以当时呢 说到这里 当时我们在大学毕业的那段时间 认识那段时间呢 我就是否教她吉他 对 但是教了美酒以后 就变成了男女朋友 结果就没了 对 你们就接着就不需要谈吉他了 谈情说爱 对 谈情说爱 对 做一个软件工程师 然后针对销售 对外客户服务这一块的 他做得非常好 所以当时他放弃 再到回家来看孩子 我觉得还是失去蛮多的 因为是我们两个公司的一半 我们是增加收入 收入卡到一半 对 要是节俭了 说不定是比较大半的 你明白 是吧 是 是 是 当时的确他占了些还挺多的 待会我们会特别请你们分享 这样的一个抉择 或者是待会儿 是一种什么样一种的价值观 那之后呢 之后你们呢 后来你们的工作就到了中国 是 后来生了三个孩子之后呢 我们大概有这么一个机会 说我们想要去国外去工作一下 去了解整个国际性的这些大企业 在国外怎么操作的 然后给自己更多的经验 所以我们就考察了一下 觉得去亚洲挺好的 当时考虑去新加坡 去香港 到最后落地到 但是没有想到会去大陆 对 当时是想要避开中国的 后来倒是落地到北京 因为我的公司给我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我们就举家搬到了北京 在03年的时候 03年 我想你们的读者 还有听过你们演讲的 在中国的真正很蒙福 那好 那现在 那佩蓉 那让我们了解一下 维谦吧 维谦哦 我觉得世界认识他 他为一个IT精英 就是他在中国有个响亮的这个 以前是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这个战略总监 然后又是微软创投的创始人等等 但是在我眼里他是我最知己的朋友 然后是一个老实的不会花言巧语的一个理工男 典型的一个人 典型的一个人 这个价值观 对 可能这样的解说我们的观众 我变成水果了 对 对 对 那我想观众都很羡慕你们这个家庭 你们已经结婚几年了 三十年到刚过三十年了 我们是大学毕业后第一年就结婚了 所以今年刚刚过三十年 今年刚刚过三十年 所以这样听起来 会让人有感觉 你们是不是这个天生的这个匹配的一对 那还是说你们也经过一些 一般人的有获得 有一些这个水果之路呢 有这种经历呢 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我们当时是一路吵吵闹闹到婚礼的 对 甚至在婚礼的前面 那周他都想要 还在吵架 还在吵架 或者他想要 要算了 别继续了 然后在婚礼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反对 所以他们没有来参加婚礼 然后呢 在婚礼的时候 我们的同学们都在那边打赌 然后好像最高的 最高的不给我们超过三年的这个 打赌我们婚姻可以延续 什么时候后会离婚 持续多久 对 我们有人在跟朋友在说 你们成为人家的赌盘 赌盘 对 当时好像他们说两三年就差不多了 对 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也是吵吵闹闹闹的 那时候性格又加傲又自私 然后又 他挺骄傲的 他挺骄傲的 太明了 我看见你比较谦卑的 就是一个长辈 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要进入婚姻辅导 然后这个婚姻辅导 进行了三年的时间 那时候应该 从外表来看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但是对我们的婚姻有一个很大的祝福跟转折 其实我在想 对我们在大学读了这么多书 从来没有教过我们怎么去处理婚姻里面的感情的问题 沟通的问题 解决冲突 每天教过我们 MIT没有这个课 没有 什么课都有 你可以学人工智能 你可以学生化科技最新最好的 但是没有一个最实际的东西来帮助我们 这个未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跟成长 结果还是要靠婚姻辅导 对 等于是我们另外又上了三年的课 对 很辛苦的 每周都要去上课 但是 对但是为了要使我们婚姻能恢复 我们每周都去看心灵辅导师 而且自己套腰包的 套腰包 觉得学费真的是很值 我觉得至少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智 说要work it out 一定要将婚姻这件事情 好像补课也把它补好 但我觉得当时也许是个骄傲性 我们就要证明我们的朋友是错的 两三年还没过 我们要继续的往前 不能放弃 那这方面也要感谢一些朋友 是 我们有一些损友 不要被他损到 偏偏把它变成 有帮助 那时候就想法说 以后叫他们过来看一看 活下去了 现在那些朋友还在吗 都还在 他们有没有叠破眼镜 你们去收这个赌盘 对 应该收费车 对 有一个学弟 那时候老大刚生不久 他来我们家 然后就一路摇头说 这里 恩典太奇妙了 恩典太奇妙了 不可思议 这两个人怎么会 你们可以维持这么久 对 并且我知道 后来 其中一个儿子 他会说 我爸爸妈妈 两个很不一样的 他们两个很不一样的个性 所以无论是你们的长辈 无论是你们的朋友 甚至是你们的孩子 反抗 都有点看傻眼了 那你们好不好 跟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你们的婚姻之秘 还有走到人生之道 这个很不容易的过程 你们一定有一些 MIT不教 但是你们今天可以将 这个几点重要的秘诀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可以吧 主要也不说什么秘诀 也是我们在路程当中 过程当中悟到的一些 学习到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最重要的当时 没有办法离婚 让我们很痛苦的 其实是我们的信仰 但是保护了我们这么多年 到了现在 也是我们的信仰 也是我们的信仰 对 我觉得信仰扮了一个很大的角色 对 因为有了信仰 就我们有一个 跟我们共同信仰的人群 会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永远觉得是 旁边有人可以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碰到一个 无法解决冲突的一个点 有电话可以打 有牧师可以叫 有朋友可以来帮助我们 我记得 有一次我们吵架吵得很激烈 是 然后我就打电话 给我们小组里面的弟兄 一些朋友们过来 然后姐妹们把我拦在一个房间 我在那边很想揍她 然后弟兄们就把她给拦到另一个房间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诉苦 骂对方 然后因为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婚姻而好 不会劝我们离婚 然后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处理事情 然后有了他们的支持 我们就走过来了 是 我觉得这些朋友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有的人 因为没有这种真理的底线 他是会 有时候家人朋友会take side 就是会偏袒 是啦 我觉得你跟他分的算了 等等等等 可能会把一个 原本有很多挽回机会的 反而破坏掉 我觉得这些有信仰 有真理的朋友 其实在关键时刻真的很帮助 我们的婚姻有的时候 都需要有第三方协助我们 在那一个大家的情绪 情感各方面很困难的时候 不会造成一个日后的悲剧 或者后悔来不及的 对 没错 我觉得当时我们来洛杉矶之后 我们认识的朋友都是认识我们两个的 所以他们永远不会把我们看成是 他是对的或是我是对的 都是为我们两个和好 而一起来帮助我们 而且我认为那时候的朋友们 很愿意跟我们讲逆耳的话 所以要是我讲了一些言语 我在抱怨她的时候 有些姐妹就会跟我说 其实你这些行为是挺操纵她的 然后我就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错 当姐妹能够跟我讲这些逆耳的话 反而会帮助我 想一想是应该我来改变 然后我们两边都有这样子的朋友的时候 我们就愿意低头道歉和好这方面 当时有位导师跟我讲 我最不喜欢听的一句话 说你是男人你要先道歉 我说凭什么我要先道歉 他错了他应该先道歉 但是错的人犯错的人 是对伤害我的应该他来道歉 你是男人你就先道歉 但是很难听听这句话 这些方面的学习 过去在你们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 有什么样的领受 或者是说 也许在原来的家庭里面觉得 这些是有道理 我家里都是这样的形态 还是说过去是 并没有任何在家里面 对于家庭婚姻有预备 以至于进到自己的婚姻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自我的以为 或是说因为信仰的缘故 开始对于这个婚姻有了新的理解 然后来使得你们的价值观 帮助你们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因素 我觉得我最需要克服的 就是家丑不往外扬 这句谎言 因为我们是理工科 然后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就是说你一个封闭的体系 没有办法自我改变 我知道这个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对 所以要是家丑不往外扬的话 没有外面的干涉 我们这个体系是不会自然而然变好 这应该变去最大乱度 就是说没有人进来帮忙的话 他应该只会越来越乱 对 而且是最低能量 就是到后来消耗掉 已经没有爱了 他什么事也不想做了 对 所以对我来讲 迈出第一步去接受心理辅导 还需要克服我爸爸妈妈说 你们有没有神经病 你们为什么要去看心理辅导 这一类的话语 是对我们来讲 就是要拉下面子 去接受服务 这个是一个非常 觉得在从原生家庭过来的 传下来 这个就是很丢脸的事情 就是我们传统文化 给我们这种错误的一个拦阻 使得我们不能够谦卑的 从别人那边得到一个良善好的 这样一种帮助的机会 所以说是家族不完了 现在你们的克服了 还在克服 还在学习 因为觉得我们都要 学会这个vulnerability 这种谦卑的功课 或者是 示弱 示弱的功课是非常难的 当然特别是年纪越大 你越不想让别人知道 你还有这么多问题 你还在学习 还在成长 还是软弱 所以我们还在学习 那我的原生家庭还是挺健康的 爸爸妈妈婚姻都挺好的 他们鼓励我们成长学习 所以我学了很多很好的事情 但是没有教过我怎么解决冲突 我爸爸妈妈吵架 他们就不了了之了 从来没看过他们解决冲突 我也没学到 也没教过我 所以这方面功课非常难 就 吵了之后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这个 这个纠纷也不知道怎么摆平 对 所以以前总是 既旧账 然后呢 每一次吵架 就旧账都搬出来 然后 谁能吵赢 对 你们两个记性一定很好 是不是 你用机械的方式计 他用航空工程的方式计 巨细迷 太伤害对方了 对啊 然后语言的能力又很好 那就很会伤害 你们两个好像用什么语言 用英语 对 越吵越棒 你们本来就很棒啊 对 但是 有时候应该要笨一点 因为太会骂对方 我们知道他的按钮在哪 然后就死尽的 死尽的按的时候 就真的很伤害对方 或是太逻辑思维 你就想要怎么用逻辑方式去 去赢得这个争论 那越去讲到逻辑 其实越离开情感 越离开真正一个解决冲突 一个最根本的是情感的恢复 情感的恢复 而不是逻辑上面得到了一个战胜 对 我觉得对在解决冲突这一块 一个很大的思维的转变就是 我们要的不是谁输谁赢 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共赢 当我们有了这个共同的目标了以后 就比较好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把它给说服了 还是比较好解决 对 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中国 又碰到了一些婚姻里面的 一些瓶颈或是困难 然后我们又找了一个心灵 心理医生 这个专家可厉害了 他是一个博士 收费很高 300多 350块美金小时 所以说赶快学习 挺贵的 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改道歉就赶紧道歉 然后就很积极想要 赶快处理这事情 然后他当时就教我们一个功课 说你们两个人 个别去写一个 你们对婚姻的未来有什么一个愿景 这个功课觉得挺好的 就是刚刚讲到共赢这一块 这个功课就给我想到说 我们自己每个人的 需要一个成长的目标 对 都想要什么 我们都想要有个更好的婚姻 但是都做不到 但是起码要把这个愿景想清楚 我要什么样的婚姻 然后他问第二个问题 你自己愿意付出什么做这个事情 哇 这个可难了 对 到最后是我要牺牲自己 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得到这样一个愿景 所以当时这个功课 我总是想要他付出什么代价 对 这功课几乎是免费 因为这个是他 这个十分钟给了一个功课 然后到我们自己去思考 然后在下一次跟他开会的时候 碰面的时候再跟他聊这个问题 但这功课就给我们很大的打击 我想你们真的是在学问上面 你们是good student 但是我看到在生命中间 你们也是一个good learner 因为你们会去找老师 而且老师给你们的instruction 你们愿意回去 过一个礼拜再来见他 我觉得这个实践 也看出来你们对于这一个的婚姻的一个重视 那你们刚才所跟我们分享的 不但是你们自己在事业上面的历程 从此也是在你们生命中间的实在的学习 而如今我们看见了 就是你们两位现在成为很多单位团体教会邀请的 这个parenting 就是如何做亲子教育 并且婚姻的这个讲座 那其实是源自于你们自己走过这条道路 而不是一个理论 不是一个理论 是自己经历的破碎 对这个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病人做多了 久病成疑医 我们好像就是什么样的病都有过 我们是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 因为看到周边的确是很多人在挣扎 然后我觉得我们所体验到的 我们自己走过的路程的确是 这些软弱破碎 是可以帮助别人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通过这种机会 来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 给大家一些鼓励 是可以走得过来的 没有任何事情是不能克服的 但是需要 需要学习 需要愿意学习 愿意改变 愿意成长 对 所以要是你们看到 我们现在有现在的今天 还有我们以前是多么失败的一对夫妇 希望能够给这些在绝望中的人 有一个盼望 只要你愿意从自己开始改变 其实就有变好的希望 今天非常谢谢你们二位 将你们真实的见证跟历程 敞开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我相信带给我们的是很深的一个祝福 那你们二位就带给我们今天 非常美好的祝福 我们另外还会有专辑 来采访你们各自的领域 但今天非常感谢 谢谢你们二位的受访 我们下次见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的观看 我们看到的佩荣夫妇 所带给你我的 成为大家的帮助 我们下回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或邮寄支票来奉献给我们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